是立院龙头争霸站在蓝绿各推自己人选 今天航向了深水区 我们就看到这个现场 韩国瑜今天中午宴请了国民党所有的新科立委 韩国瑜他是不分区第一名 他也表态了要跟江启臣 韩江沛角逐正负龙头 今天这一场盛宴当然就非常值得琢磨 但是偏偏唯独一个人没来赴昆琪 傅昆琪为什么缺席了 那我跟大家讲 今天中午这个韩国瑜他在昨天脸书上公布 释出了这个他想要跟江启臣一起搭配 竞选立法院的正副院长之后呢 韩江被在国民党成行 那问题是在昨天晚上以及今天白天的时候就传出来 其实还有一个人一直持服了很久 那就是傅昆琪花联王 那傅昆琪他也算是一个资深的区域的这个立委 然后他本来一直想选立法院长 那可是因为后来国民党把韩国瑜列为不分区第一之后呢 那党内大佬也跟这个傅昆琪沟通过了 他就知道说这样的用意就在于说 除了把韩国瑜当成一个票房之外 还有就是到时候立法院国民党团可能就是推翻韩国瑜 所以傅昆琪打消这个念头 他就认为好没关系让韩国瑜去做立法院长 我来搭配这个韩国瑜可以吧 我角逐副院长他有兴趣 他本来从想要真院长后来想说真不过韩国瑜 那我就真副院长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声音才刚出来 昨天韩国瑜就出手宣布了这个韩江沛 当然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 包括对民众党对党内 及时的让国民党不要太早的这样一个分裂 去炒炒郎 结果今天中午在请这个不分区跟区域立委 新克立委吃饭的时候 傅昆琪就偏偏没来 因为他真的传出来很不错 所以在讨论的这个国会议程那些都是其次 主要就是韩国瑜要先安抚和党内其他 禁逐副院长人选的杂音 有些人可能傅昆琪他很周到 在立委当选之后 几乎每个立委当选都收到老傅送的花 那以前包括在内 大家都说过他送的西瓜 所以花莲嘛 所以傅昆琪又很会这样的做关系 礼数又很周到 可是当他这样一个经营发现 原来最后不是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 他当然会非常的这个失望 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差 好 旺哲是好立愿的 你怎么看今天这个午宴 52席要大团结营造这个气氛的时候 哇 独缺花莲王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设 然后在这一个正负龙头争霸战里面 他会扮演什么角色 是 我们知道傅昆琪 其实立法院其实蛮有影响力 尤其在国民党立委这一块 很多人就叫他傅大哥 傅大哥就感觉他蛮有 傅老大就感觉很有影响力 可是你看这一局里面 其实不只少了傅昆琪 还少了谁 朱立伦不见了 大家有看到 其实我们不管从种种画面上 或是从昨天韩江沛的议题出来之后 朱立伦完全不见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傅昆琪出来喊说 他想要争取 包括院长或副院长的席次 很有可能是怎么样 朱立伦想要夺回所谓的主导权 过来看 现在看起来虽然蓝军世絮大政 但是问题来了 傅昆琪这一局如果没有弄好的话 有可能到怎么样 完全破局 破局之后变成怎么样 就变成说 民进党可能会夺回所谓的国会龙头 这对国民党来说 情势会更加不易 哇那这一步棋真的得 好好谨慎的琢磨琢磨 非常不可啊 回顾段你看哦 面对今天傅昆琪的缺席 媒体一定会去问 韩国瑜他回答得非常的硬气 他怎么说 他说我跟江启臣一定同进退 有江启臣就有我 没有江启臣就没有我 所以就算是傅昆琪退半步 他也可以来担任副院长角逐 但是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 但退一步说 来静平告诉我们 为什么非要江启臣不可 因为这个牵涉到台中市长的未来人选布局 就是2026年的地方县市长跟六都的九合一大选 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一次很辛苦才打赢蔡壁炉的连任的蔡奇昌 他是现任的立法院副院长 他寻求跟游席坤继续搭档正负立院龙头 那么江启臣如果跟韩国瑜搭配当选的话 形成下次的这个台中市长 都是立法院副院长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资历 那个这个布局 哇塞那就看得非常的这个远 国民党韩江配对上民进党游蔡配 这么说好了 卢秀燕市长妈妈已经替这个江启臣布局好这个江加班了 江启臣是红派 那过去在台中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颜青标颜家他们的黑派 红黑两派在台中市 一直在这个地方派系多年了 那蔡奇昌现在面临的是同党和心存可能挑战他 那江启臣在2018年第一次竞选台中市长 党内出选的时候败给卢秀燕只差不到一个百分点而已 所以现在江启臣顺利接棒这个卢秀燕的话 这个是在党内人尽皆知 大家都看好这样的一个安排 也都不会有什么声音 而且你看到台中市在这个卢秀燕跟江启臣的默契 江启臣曾经讲卢市长他当时曾经有特别表达 未来蓝营新当选的台中市立法委员 一定要通力的合作 要争取更多的资源 从中央争取更多的资源到地方 所以最近才有一连串的传闻传出来说 卢秀燕不排除带着这个台中市的这些六席蓝营当选的立委 一起到中央去争取台中捷运蓝线 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很多遍 去年2月20号合定交通部合定通过之后 到行政院躺在那边一直没过 要不然蔡其昌1月17号干嘛跑到行政院说 赶快有条件合定 先合定 然后部分的这个改正案再叫台中市补证送上来 就是急嘛 急着如秀燕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而江启臣先把他这个梗给说出来了 好回头你再来看到 令院龙头争霸站的这一个深水区的水域里面 还有一个地方水面下翻角的严重了 这就是柯文哲的民众党 对不起把你当空气了 为什么 除了韩江沛之外 现在民进党也摆明自推人选 我让你没有蹭蓝蹭绿自电身价的空间了 现在呢 柯P就出来喊话 他说应该要自力推动国会改革 不是只有落实党义 这是我们集体意志 喊了很多遍 大家都听了耳朵都已经这个积了一堆耳屎 那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游说而改变 选前你看 选前是不是柯P曾经喊过 喊过于我们会挺他当这个国会龙头 然后什么你们这样一直打我 叫我们后面怎么挺下去 也是他讲的 那选后呢 你开始翻脸比翻书还快 完全翻脸不认人 那我问你 今天选前讲一套 选后变一套 所以这就是一以贯之后 唯一不骗的就是 很难撤 你说的我到底该不相信你 所以你回头来看 柯P的说法 直接法夹弯的这个背后 很多人就在想说 他是不是被黄珊珊给影响 还有人评论是讲得更直接 黄珊珊劫持了柯文哲的意念呢 这个法夹弯其实就是柯P跟黄珊珊一起造成的 因为黄珊珊主导影响了柯P的这个意志 现在柯P很明显是青霜黄 我早就讲过了嘛 那所以你看黄珊珊自己在脸书上 他们也选前我们是空气枪 这在暗喻反酸韩国油 选后又是另一种脸孔 那民众党不会与个别候选人私下协商或利益交换 这也是黄珊珊这两天讲出来的 线采很硬 跟柯P出现的这个法夹弯 也是完完全全的如出一策 所以你看到银污者是谁了吧 柯P是台面上的 后面的就是他 那你躲在后面操控柯P 柯P就像咖喱一样这样子 那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你选前讲的都是插话吗 所以还有一个人 我刚刚说青霜黄 除了黄珊珊之后 另外一个黄就当黄国昌 不是一开始说韩昌贝 不是国民党放的 民众老师说怎么可能 然后去酸国民党 柯P也在好难想象的画面 那极尽酸言酸语之能事 那真的莫名其妙 这个消息放出来之后 这个黄国昌啊 他后来就说他有签承诺书 因为他上节目 有没有签承诺书 当然有啊 立委只当两年 因为不是之前被爆料说 八个这个复分几率 也只有一个签吗 不知道是不是他是一个 那不管怎么样 当时传出来韩昌贝啊 简直像一个笑话一样 而且是哪来酸国民党的 一个桥段吗 那韩国瑜 这个韩国瑜没有跟黄国昌搭 这个是意料中事 但黄国昌你未来的走向 是不是如同现在外界揣测你 预计 部分军令委 因为柯P不是讲过 要当两年 两年两年换下一批嘛 两年之后 传闻黄国昌 想要选新北市长 跟宜蘭县长 都有可能 宜蘭县长因为陈婉会败选之后 说宜蘭服务出都交给了 这个黄国昌了嘛 那是不是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心源意嘛 所以你自己都有这样的一个 铺好自己的出路 所以跟着另外一个黄 双黄 挟持了柯P去演这一出戏 好 旺哲你带我们回头来看 柯文哲的法夹 万事的发言跟决策 真的是受到双黄的影响吗 是 我们其实看得出来 柯文哲其实他的意志 看起来是比较倾向于 可能跟蓝合作 anyway不等 但是问题是党内有人 可能不希望他跟国民党合作 而且感觉上是 有点在挟持柯P 甚至用流量跟声量 来绑住柯文哲的感觉 你看得出来 包括选后 黄珊珊的脸书 其实坦白讲还是维持 他所谓的战狼形势 那为什么选后 你还要维持战狼形势 大家觉得很纳门选后 不是大家应该大和解 什么之类的 可是你看出来 柯P的态度是比较软化一点 相较于黄国昌跟黄珊珊 他们看起来 还是走一个战狼方式 来持续对外界发声 甚至这个礼拜还办什么 小草什么生有贵 你就看得出来 他们其实还是想要 留在当天败选 那个情绪 把它延续下去 希望能够hold住姿势 但我必须坦白讲 这样的战法 完全是错误的感觉 因为像对民众党来讲 应该要拓展支持者 而不是锁死支持者 如果你锁死支持者的话 你就让其他支持者进不来 大家或许在这次选举 可能对民众党 有些刮目相看的地方 但会不会因为黄珊珊 把支持者锁得那么死 甚至在这段过程中 不断偷出假民调 然后是坐票这种嫌疑 反而你击 反而吓跑了其他 可能想要支持 民众党的支持者 这是有可能 所以你看 包括国会合作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清楚 国会合作 其实大家一开始都觉得说 蓝白如果共推国会龙头 是没有问题 可是没想到 在这几天 民众党不断出考题 给蓝绿之后 结果搞得这样 自己翻车了 自己原本是关键少数 变成空气 所以我觉得说 民众党不应该 再继续这样扭捏下去 你应该好好地 务实反省一下自己 然后检讨说 未来在国会 能够做什么事情 这对民众党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事 加卡 你怎么看 其实我们都知道 选举前民众党吃都补 蓝绿都吃都补 我们都习惯 因为选举结果出来嘛 但是选后 不是检讨早餐饭 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谁还在吃豆腐 而且在这里拜的 一的早上 就开记者会 吃什么豆腐 就是说 吃豆腐说 国会改革 就是民众党的know how 其实大家想清楚 国会改革 绝对不是民众党的know how 这是很多 你Google去查 很多你的呼吁 立业都在进行 你就是把国会改革 变得很大声 要大家以为 你就是国会改革的 那个龙头 其实不是大家仔细想 黄山这边贴文说什么 因为你蓝绿都没有 跟我民众党报告 你国会改革的决心 不好意思 为什么要跟你报告 你民众党是什么看 你就八个立委 我们国民两党 绝对会跟民众报告 我们在接下来 立委党要怎么运作 我们的决心是什么 我们是跟民众党报告 但是绝对 不是跟你民众党报告 所以你要搞清楚 但我相信 民众党他现在铺陈 黄山那铺陈是什么 他就要铺陈 跟选举一样的节奏 什么节奏 就是因为你蓝绿都不跟我报告 所以蓝绿一样烂 所以最后最后的打算 他会推出自己的院长 副院长候选人 给自己台阶下 但是我觉得这样是好事 蓝绿都已经推自己候选人了 你民众党怎么推 你怎么推都说不过去 你既不是小蓝 你就是小白 小白怎么走 最好被边缘换 而且我觉得这是蓝绿两党 最希望接下来国会走的剧情 就是这样走 这样走就对了 好 金平 你刚刚提到最关键的 不是第一轮 而是第二轮 第二轮这八席 你的投票印象就会决定 谁能够担任 最后的立法院长的大座 大座 大位 那民众党 他接下来的下一步 会做什么事 我想讲有两种可能 那因为第一轮 如果毫无悬念的话 民众党这样的一个做法 或者是直接投给游启国 因为民众党已经讲好了 团进团出 所以那八张票 你要他们去投韩国瑜 大概很困难 尤其是这个黄国昌 四年前他不就在打韩国瑜吗 打他们家什么娘家 岳父还有沙十场什么 就是黄国昌在主导这个议题 陈昭之阿扁的这个心腹大将 那当然跟柯P的关心 那也是站在韩国瑜的这个对立面 好几个绝对 包括黄珊珊在内 吴春成都投不下去韩国瑜 所以你这四票一定跑票了 那而且你把团聚团出八票 那不是投给自己 就是直接投游启国瑜 如果投废票的话 你很可能会造成 国民党的这个韩国瑜当选 你们把新潮流拿掉 民进党跟民众党是有合作站在一起 坐在一起的可能 所以如果 我为什么刚刚卖一个伏笔 中午的时候老柯可以跟民众党谈 可以策反啊 要不然你们提一个人选 假如民众党的人选是副院长黄珊珊 民进党可以接受 民进党的一堆人 要不要直接投给这个 换民进党跟民众党一起投黄珊珊 要不然 再投一次这个蔡其昌 肯定投不下去 那是不是他们民众党就全部倒戈投给 江启成 所以我才会说 郁永有两种可能接 要嘛副院长夏武人选 应该不可能是蔡其昌 要嘛不是江启成 要嘛就是黄珊珊